才记得上高中的时候 宿舍里的昆昆每天马上都要红烧一颗搭蛋 导致学校的宿舍楼经常暴涨 同学们非常痛苦 校长知道这件事非常生气 不仅开除了昆昆还没收了他的毛子 无家可归的昆昆四处流浪 每天只能靠捡垃圾来维持生活 忙人躲拉看昆昆这么可怜 便对昆昆说 哎呀昆昆呀 捡垃圾这种活就给我来干就行了 我家有一套精装的别墅 你们要是想住的话 我两千亿卖给你好了 昆昆一听这么便宜立马就同意了 第二天昆昆就住了进去 刚住进去的时候房子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昆昆玩游戏的时候 突然感觉背后出现了一个人 可是每当昆昆回头看的时候 却发现后面什么都没有 开始昆昆并没有在意 可是后来这个人再不停抓他的头 好像要拽下来一样 昆昆非常害怕 于是昆昆找了一个小黑子 想让他帮助自己 小黑子在听完昆昆的故事后 给了昆昆一台相机 并告诉昆昆啊 如果他今晚再拽你脖子的话 你就拿这个相机拍他 但是拍完了照片 千万不要自己留着 快来送给我 知道吗 于是当天晚上 昆昆就在电脑旁拍了一张照片 拍完后 昆昆看都没看 就给小黑子送了过去 小黑子看完照片后非常惊讶 便跟昆昆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 原来几年前 那间房子住过一个舞蹈家 舞蹈家不管干什么都要跳舞 有一天 舞蹈家在跳了1145 14分钟后就死了 所以你房间里面的那个 应该就是电邀鬼魂了 所以昆昆你最好还是不要住了 昆昆思考了一下 立马回家报警 把小黑子抓了起来 而小黑子在法庭上也承认了自己 因为看不干朵拉有钱 而偷袭了朵拉的事实 那么你知道昆昆是怎么猜出来的吗